蘇花改6號下午4點全線正式通車 但限速60公里通車不到24小時 已有不少用路人超速找取締 光是一欄段就開出61張超速罰單 宜蘭陷阱局表示61間超速未在蘇花改A段 東澳隧道有5件 另外南澳到和平 有觀音隧道和古風隧道 兩個隧道相連距離較長 有12.6公里超速違規也較多 分別為30件與26件 觀音古風其實這兩個隧道其實是連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般是以這樣12.6公里的長隧道在看 那距離比較遠 可能就是一般用來蓋蓋蓋就會超過了 宜蘭陷阱局表示 目前蘇花改設有10支固定式測速桿 以啟用拍照取締超速 未來兩三個月後 宣導其一過將再啟用4組區間測速 嚴格取締超速 車輛時數超過70公里就可以收到罰單 另外行控中心表示 蘇花改通車初騎以行車安全為原則 未來如果出現嚴重塞車情況 不排除比照血稅拉高速線 也是新聞綜合報導